那你要不给鞭子的话 其实也是这样的 你觉得这几年 才有进步吗 有一点 只有一点啊 那看来还是应该 留在小县城 是吧 对 这是你的依据是吧 那我当初 就是你让我去别的地方 找工作 我是不是说 我在这工作挺稳定 就别去别的地方 咱不说工作了 这儿不是工作宝贝战 咱说感情这点事 女朋友要回老家了 你要不跟她回 她就要跟你分手 这结果你接受吗 我 如果她非要这样的话 我也没别的办法 就是说接受了 我觉得我在那边 找个工作确实不容易 而且这么长时间了 好不容易稳定了 就是不甘心的 你回答我 你还喜欢她吗 喜欢 还有像以前那么重要吗 没有了吧 因为她这几年变化特别大 她的变化是 脾气变得特别暴躁 对我特别不耐烦 我刚开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说了 我说我脾气大 你还说你不相信 但当时你说你脾气大 你只是说说而已 但现在是什么情况 你说你脾气不大 你比较现在脾气大 但是当时我们俩刚认识 我也不可能就一下子 跟你发脾气 姑娘其实不是你变了 咱把这个事前后一绿就发现了 从谈恋爱开始 她只主动过一次 对 我这么听下来 就主动问你要了一个微信 是吧 对 接下来的事 她就是做大爷了嘛 宝定和石家庄 其实离得很近啊 对 怎么会在恋爱期间 就一年都不去看 自己的女朋友呢 就一直在网上聊嘛 而后来的这个交往过程当中 也是女生主动去看男生 你去看过她吗 我去看过 就是我当时之所以不愿意过去找她 就是因为就在火车上见过一次面嘛 我当时去看你的话 你再一看 就是你看这个身高或者什么的 就我是怕这个嘛 行 当时我也没嫌弃啊 然后女生在这个读书期间 心想外面的世界对吧 对 就逼男生到北京去闯荡 希望有个更大的世界和舞台对吧 对 其实在我看来可能在这个时候 关系恰恰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了 因为男生没有细说 但是男生讲到了说 刚去北京的时候很难对吧 对 那个时候你女朋友给你的支持多吗 那个时候我是为了不让她搬信 我跟她说的 我在北京过得特别好 所以你呈现给她的是好的一面 对 实际自己承受了很多 她不知道的苦对吧 女朋友也没有发现 没错吧 自打我来了北京以后发现我其实也挺不容易 所以我才想到了她的也挺不容易 对 所以都后知后觉嘛 于是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所谓情变的最大因素嘛 是继续留在这儿憧憬一个更好的未来 还是我们回去过踏踏实实的日子 是这样吗 对 其实如果要是刚认识那一年的时候 这个回去过日子也就过了 现在还真难了 因为你在男生心目当中的那个天秤 和他事业的天秤已经有倾斜了 对 好了 来 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北京就是一个充满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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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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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